同学 你怎么不在教室里做作业呀 我喜欢在露天的地方做题 思路清晰 这么巧 我也喜欢在露天的地方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物理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问我 我是新来的物理老师 不用 那个我能问一下您量子力学中的 阿哈罗诺夫波姆效应吗 好 八秒四二 用户啊你可真够快的 男生多少几个 九秒二 哦 来 后面的准备啊 准备啊 准备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加速 关锢洞 快点快点 关锢洞你什么情况啊 怎么跑得没女生怎么办啊 跑得没女生怎么办啊 九秒六 伯德尔 记得后店参加补卡 你还好吧 没事的 还有机会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博物馆的专职司机老赵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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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长 我真的不用配车 要不这样吧 你刚搬来 路不熟 这两天啊 让老赵先接你 顺便让他带你啊 熟悉一下心情 怎么样 那成 那就谢谢馆长了 明天见 馆长 好 我就不远送了 明天见 赵师傅 能不能麻烦您先带我去一趟医院 可以啊 贺兰先生 您是要去哪家医院 我对这边也不是很熟 你们这边居民平时去哪家医院 那可多了 我们这里有华大医院 有新城第一医院 还有军区总医院 您想去的是哪一家医院啊 我们就先从这个华大医院开始吧 好嘞 龚龚洞 我看自己要开始了 回教室吧 你先去吧 我再练一会儿 你练这么猛 好 万一受伤怎么办 回去休息一下吧 好 谢谢 我不打算考大学了 为什么 我爸觉得考大学没什么用 让我早点去厂子里面上班 给家里面挣点钱 没事 没事 我就是觉着辛辛苦苦念了三年 最后却没参加高考 总觉得这三年好像都白费了 那你还那么在乎我替雨春节干吗 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吧 你说 我一直想评个三好 但总评不上 就是因为体育成绩了 老是不及格 也算是给我自己有个纪念吧 我再去练一会儿 我再去练一会儿 嗯 赵师傅 我看这个地图上 我们去华大医院 最近应该走人民大道 为什么我们现在走到这个 红旗街啊 人民大街现在晚上啊 特别堵车 咱们走红旗街 可以绕到医院后面那条路上 那条路一般没什么车 也就我们这些老司机 才知道这条路 原来这样啊 真是的 臨时抱佛脚啊 你好 我问一下 刘明辉主任办公室在哪里 这边走廊走到底就是 谢谢 请进 请问您是刘明辉主任吗 我是 你是 我姓贺兰 非常抱歉打扰您 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想请您帮忙 什么事 坐下说吧 是这样 后天晚上的九点到凌晨 我希望你能安排一位 你们医院最有经验的医生 来值班 为什么 有一位活孕的朋友 他应该会在后天晚上分娩 所以我希望到处会有一位 最有经验 最负责任的医生 帮他接生 去保母子平安 我们医院的医生都很优秀 而且值班表是月初定好的 轻易不会改变 你的这位朋友 在产典中是不是发现 有什么异常啊 那倒没有 我只是希望这次能万无一失 那你就这样 直接给我们提出要求 是不是有点 你的想法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提前 准备了这个 这是 这是一份社会捐助协议 我以个人的名义 向你们医院捐助一百万元 作为设备采购 具体的细节 你可以找相关律师去确认 我知道这样做 可能会有一些傲慢 甚至有些物理 但是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主任 您能帮我这个忙 我们科啊 一直想采购一台进口设备 它预算有限 贺兰先生 谢谢您的捐责 帮了我们 你也不认识